最後那一晚我們將它調動了在整個show的最後去唱給大家聽 其實那個感覺對我來說更強烈 好像一首說拜拜的歌 但是我今天又有第二個想法 其實這首歌又帶回我們跟大家一起見面 我覺得就好像現在這個情況一樣 我們散完之後我們再聚了 即使痛苦地學習面對或應對別離 還是要深存希望 這是很重要的 大佬正 歡迎你 大佬正到了 你們不要再說他 原來我最像 好像拿了個彩 其實也想重複一下 我真的很喜歡這個演唱會 我也想聽一下你們現在沉澱了兩個月 你們還有什麼畫面 對於觀眾的我來說 因為我們大家都是香港人 很懂得說香港故事 亦都記錄著我們這個城市 在紅館我們感受過很熱鬧的 你們一開場的時候 那些小小嘉年華會感覺 你們的big band 然後到中後期 四位再加上樂手 是逐一逐一逐一離開 繼而變成台上 每晚不同 只得到你們一個的solo 是看到很深邀 這就是作為觀眾的我 我很深刻你們整個的設計 導演是世榮 張兆榮 你們的畫面現在留下來是怎樣 跟大家分享 甚至有些我們惡迷不知道的背後故事 其實那個演唱會 其實那個演唱會 因為跟觀眾的互動 感動很大 因為開頭做之前 其實都沒有拍照到畫面 例如我們一直減人 但去到現場 有觀眾的反應 其實很感受到那件事 特別是每一天 去到我們各自 四晚自己有一個solo 第一晚是你 第一晚是我 其實那一刻 有一個很強烈的感覺 就算當刻好像 只有我們自己一個在台 其實原來 仍然有很多人陪著我們一起走下去 那一刻自己都很感動 即是在那個show 構思的時候 當然有這個想法 但到真正做show的時候 那種感受 你的意思就是再大一點力量 沒錯 因為觀眾也很好 那一刻有一種 雖然大家來自不同的地方 雖然都是香港 但大家可能我和他們互不相識 或者聽眾們都自己不相識 但好像大家同行的感覺 我相信觀眾的感受是很深的 因為其實我自己在彩排的時候 那個安排都帶給自己的情緒 我相信在觀眾席的觀眾都會感受到這件事 但我想說一件事就是 台面是一個狀況 但台底很好笑 因為我們有三晚 我們就是想聽這些 我們看不到的畫面 我們有三晚 即各自有三晚都要下台底 但我想說台底是另一番景象 那些樂手我們一齊在下面有一個小房間 接著在講笑很開心 即大家是聚在一起在一個台底 然後有時會笑 在台上演出的那位我們的樂隊 好笑的 好 如果阿正上去那場 阿正是第三還是第四場 阿正是第二場 第二場你們在下面做什麼 那天我很緊張 我離開這間粉給你才說 我不想知道 其實那天不單止聽眾 其實我自己也很期待 阿正是獨舞的那晚 因為其實我印象中 他沒有試過一個人唱歌 站在台上 那裡是 那裡是 當然 所以我下台底 飛奔去了一個後台的控制室 因為那裡有一個電視 還有一個Live的聲音 可以看著電視 看他唱成怎樣 說什麼 我那晚很期待 很期待 其實我很想找些位置笑一下他 但那一晚其實我自己也覺得 很感動 很sweet 大佬正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你當晚的心情 你知道嗎 其實本來我是 我是真的不是很想去solo 有任何solo 但是 誰不知我們真的有四場 所以是很幸運的 其實 但是 你既然做了四場 我覺得 OK 乳也好 或者肉酸也好 都去一去 去試一下 你的心理關口其實曾經是很大 大到我真的 聽到這個想法 真的差點想躲起來 他第一次聽到我 我聽到同事說 好像想罵人 直到開場前兩天 他都沒有準備自己的歌 因為他都沒有決定做不做 因為我們好像是 show前 不久才知道加 最後那場是開show前的歌 一個星期多一點 所以 你知道 我們那些歌 都很難唱 對嗎 又要有一點點意義 所以 最初都很難去選歌 最新興選了 First Date 要降了十八度 降了幾度 降了很多度才能唱到 那個MV是Charles的MV 那其實就 剛剛 昨天 剪起 其實都想撕回 大家 我們其他同事之間 派台的那個 那 那 對 刻意又繼續 幾年前 未來見 或者 較早前 First Date 都是 drama 走線 所以 你看到的MV 又看到 沒有隊員 我的出現 是講故事 是的 你也是在記錄我們這個時代 是的 在構思的時候 我經常都會幻想 如果我是你們 剛才阿黎也有說過 其實在做彩排的時候 整個child 自己的心都會不舒服 因為我們真的在講離別 而我們身邊真的有人去走 你在構思的MV 你要寫drama 你要寫故事的時候 你曾經有考慮過一些什麼方向 或者其實你自己都要面對這些離受別水 困難嗎 我們講了一首歌 講了一首歌 我們剛才是講 講一個show 好 其實由歌開始講 既然姐姐問到我的創造靈感 這隻child 其實 或者基本上 其實大家講的show的靈感 其實都是來自三樣的 面對三樣的離別 有時候 可能現在最貼身就是 大家 儘管生歐歐大 都可能因為 擔憂未來前途 會離開香港 一些舉家移民的離別 有些可能是因為 過去社會的氛圍 或者 劍拔將路 使得 可能有些大家想法的 或者 直白一些正見的 不同的 這種朋友式的割蓆離別 第三樣又比較痛 其實自己都經歷過 經歷著 應該是 親人的離別 或者朋友的離別 真的離開了這個世界的離別 這三樣的離別 其實就是 去幫我們 四個 或者團隊 去思考音樂會 同時 因為這隻child 其實這隻音樂會的主題曲 所以這三樣的離別 其實都放在歌詞裏面 去到要拍這個 這個MV 其實 剛才說的事情 其實都頗大 那我們就選擇 最可以承受到的程度 去剋劃它 就是講一個 關於離開和回來的故事 其實裏面見到 都不買關子 其實有些關於 關於搬屋 搬來香港的故事 所以這一個 但亦都可以比喻到很多事情 還有 剛才你問到我 其實 那些悲傷是怎樣去面對 或者創作的時候 怎樣去承受 其實我們會相信 這個阿黎說得很對 有散後會有罪 要相信這件事 總管這一刻 大家可能要承受的是散的難過 但其實那個罪是會來 和倒數來的 這是一個循環 這是一個輪迴 我們相信這件事 那個MV其實是你的 看完你都會明白這件事 我們就是在四月做這個show 完成了 亦有不同的回響 甚至阿偉也有說到 在台上我們感受到的事情 都不同 作為六號 你又要再唱這首歌 其實可能那個情緒 或者你都多了很多類型 對 其實這首歌在彩排室 其實未上紅館做彩排 即未入大有紅館 即在我們大彩排室 真正我們四個以外 或加上Patrick以外 因為當和音、阿肥、Angela 其他人 他們一起響起這首歌的時候 我又要說 這首歌的很多句歌詞 都很邀引到我心 有一句我簡直是 一來就馬上爆哭 在那個賽排室那裏 其實是很適合的 即我們可能唱樂 講不出那個適合是怎樣 但一講就好像 本身是喉嚨這個位 但突然進去這裏 進去心的位 接著就會牽動你的淚線 立即聽聽那個樂器交替 是的 四場的音樂會裏面 其實第一場 最後一場是釋懷的 即是四月六號那場唱完 就哭到啡啡 因為好像已經完成了這件事 這首歌 是阿世榮特意調了一個 在這裏講給大家知道 其實他特意把這首 是放在四月六號 即是我們整個show 最後一首唱的歌 那四月三號有沒有哭我沒有 但我唱錯歌詞 好像唱錯歌詞 太緊張 第一場 但四、四、五號都可以的 四月六號那個哭是一種 那已經完成了 那個感覺都被這首歌釋懷出來 跟阿田一起寫的時候 有沒有一些字 甚至一些句子 率先彈出來的 即是你們要去填這首歌的時候 當chorus是正想的 已經是有現在這幾句 在腦裏面 也要呼應音樂會 即是我們在一起 笑笑比起 在一起這個是很強 但當然心裏面又不想炒冷飯 因為火火是一、二年的時候 那個紅館音樂會已經是在說這件事 但你這首歌和火火 去連接聽 你又有另一種感覺 因為火火那時候很堅實 相信一齊就不用怕 但現在這個chill就是 總共我們這一秒一起 但我們可能下一秒最終要分開 但其實人長大就要明白 這些全部都是一些循環 是推進來的 說了再見 約定再見 就會再見 最難是填這三粒音 阿田是跟我 他很怕 他一直填RV歌 最怕就是大佬弄這些很短的音 其實是Patrick的想法 記得嗎 不記得 不記得 因為當 越少字 作為廣東話 或者作為中文 其實你就越精準 我記得是跟他睡前想這十二個字 那那一晚就睡得著了 那一晚就睡得著 好有力量啊 這十二個字 最後那個act 算了再見 這也是我們的信念 其實都是阿黎講的事情 刪完就會聚 再見 你怎麼看 就這麼看 請進來 走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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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